为了对抗新冠肺炎 新竹市议员陈启元跟圣安公合作 制赠了75%的酒精随身瓶给民众 而这一次他们准备了2000瓶的酒精 发送给新竹市东区里长联谊会 盼望里长帮忙发给民众 赌上所有防疫的缺口 那我们知道里长本身平常服务里民 他们跟里民都有在做最近距离的接触 那因为新冠肺炎好发期的关系 那虽然政府也要求大家能够戴口罩 量体温 然后勤洗手 但是毕竟出门在外 也没有香皂 也没有水可以特别洗手 那有人会发吃力酸水 那我们是准备了75%的酒精 希望提供给大家在外的时候 能够多多能够保护自己 那也关怀别人 那也感谢我们东区里长联会主席 林俊腾先生号召大家 那希望这个小小的我们善行一举 那能够呼吁大家能够奉行这样的事情 新竹市东区里长联谊会会长也说 基层里长的工作大增 除了每天要追踪居家隔离的民众 还要迅速回报 站在防疫的第一线非常的疲累 感谢圣安公捐赠的酒精 让里长们可以好好的保护自己 目前的话我们像区公所底下的里干事 都在追踪有不管是针对居家 自我管理部分 其实我们里长也特别关心 说有曾经出国 或者说里面有发生发烧或咳嗽 我们特别注意回报我们区公所 在此也感谢我们圣安公 及我们陈议员的防疫小秘方 75%的酒精 让我们随身携带 来做一个安全的多层保障 为了理名 我们辛苦是一定要做的 去把里生的工作做得更好 酒精随身品体积小 携带方便可以让民众随时随地消毒 跟清洁双手 虽然数量不多 不过清洗手清洁双手 对防疫工作有益而无害 开播新竹林彦斌采访报道